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船头点点目着 有理由耗尽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进入我的世界 原是这么多容易 观众朋友 你们好 我是小叔 嗨 我是俊松 欢迎收看听听看 俊松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 很香的味道 有吗 有啦 这味道好像是香肠 而且是从你的衣服 散发出来的耶 你的鼻子 跟狗狗一样灵敏 好厉害啊 别求我了 快从事招来 好吧 就是这个 只有一份吗 怎么不顺便帮我 多买一份 真小气 其实啊 我是在彰化买的 本来呢 买了六份 可是实在太好吃了 我就一路呢 从彰化坐车 回台北的时候 不知不觉呢 就吃到只剩下这一份 不好意思啊 好 算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特地跑到彰化去买 你为老板一定有特别之处哦 嗯 是啊 这家啊 位于彰化的香肠摊呢 老板呢 是一位听障朋友 他做生意啊 做了四十五年 有许多老客人呢 都称呼他为香肠活 哇 四十五年了 真是不容易 嗯 不过 你知道吗 这位香肠老婆婆啊 是我们听听看节目编导 丽玉的爸爸的 啊 原来是丽玉的爸爸哦 之前有听说过 陈爸爸的三个孩子都是听障 但他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 借着卖香肠 养大了三个孩子 也都有正常的工作 没有让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 嗯 没错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吴生香肠博 陈坤华的故事吧 请看 陈坤华是一位摆摊卖烤香肠的龙老婆 大家叫他香肠博 做生意超过四十年 虽然不能和客人用言语沟通 却靠着亲切的态度和认真研发的口味 多年来拥有不少死忠的顾客 他在工作上勤奋努力 对家庭更是尽力付出 三个儿子都事业有成 当选过全国模范父亲呢 你有没有遇过做小吃生意的龙老板呢 说实在的 我经常光顾小吃摊的生意 但是遇到龙老板的次数其实并不多 偶尔有机会碰到龙老板或是龙店员 我都会很高兴 感觉特别有亲切感呢 今天呢 我来到了彰化 要来介绍一位卖烤香肠经验丰富的龙老板 偷偷告诉你啊 他呢 是我们听听看节目龙人编导 陈丽玉的父亲呢 是 陈坤华是彰化人 民国二十八年出生 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 他在彰化市的小巷里做小吃摊生意 人称香肠婆 陈老伯的父母都是听人 家里共有七个兄弟姐妹 其中三个男的都是先天姓龙人 由于家境不佳 没有办法到龙学校就读 因此他没有受过国民教育 很小就跟在做外汇的父亲身旁当助手 年轻时还曾经做过礼访学服呢 从冰箱拿出来啊 是硬的 放进锅里煮 大概二十分钟就软了 我十六岁开始啊 就跟着爸爸提扁蛋 扁蛋呢 压得肩膀很痛啊 要走很远的路去做菜 十七岁呢 有朋友介绍我去做压豆油的工作 爸爸答应我就去做了 那个时候每个月工钱一百块 最早只有一百块 做了一段时间呢 忽然爸爸去世了 我才十七岁爸爸就走了 哎呦 万喜呀 没办法 我还是继续压豆油 后来呢 哥哥来找我 叫我不要做了 改去做礼法 但是我不要 我说我想要修鞋子 但是修鞋子啊 伙食呢要自己来张罗 做礼法呢 伙食费由老板出啊 哎呀 热腾腾的 煮好以后啊 味道好香哦 老板有四个女儿 原本呢 我只负责扫扫地 很简单 但是几位千金呢 都不爱做礼法 常常出去玩 客人扑空了好几次 哎呀 老板很气啊 后来颠倒了 我也就失业了 哥哥呢 叫我去另外一家 礼法店工作 而且签了两年半的合约 哎呀 哎呀 可是啊 这工作太辛苦 我不想做了 结果呢 呃 我就被我哥哥骂 叫我不能逃走 哎呀 我只好忍着 做到合约起买 不想再被绑住了 后来呢 才创业 做了这个生意 而龙 家境穷 只会不正统地吐手语 使得陈老婆年轻的时候 相亲很多次都失败 直到34岁那年 才娶到小他13岁的老婆 两个人都是龙朋友 他们共生了三个儿子 都是先天性的龙人 一家五口组成龙家庭 生活虽然辛苦一些 全家却也和乐融融 这是谁呢 我 这是你啊 这个 哦 这是你以前小时候 对 哇 她小时候的长相 跟现在一样哎 是朋友介绍的 我相亲失败15次了 最后才找到我太太 那位朋友啊 还没有结婚 他带我去相亲 火车费都是我父 他穿得很普通 我呢 打着领带 还买了礼物 结果啊 对方竟然喜欢介绍人 不喜欢我 两个人呢 就去交往了 看我的 一 二 三 变 有学历的小姐 看不上我 因为我没有学历 有一位小姐呢 问我的背景 我说没有父母 也没有念书 我只是做小生意的 也没有房子 但是后来呢 我靠自己赚钱 买了两栋房子 怎么样 我爸妈没有留遗产给我 什么都没有 陈老婆啊 她知道我要来 采访她的时候呢 她非常的高兴 但是她说啊 不要来家里拍 因为家里太乱了 东西都没有整理 哎呀 陈老婆真是太客气了 做生意比较忙嘛 家里自然是没什么时间 可以整理的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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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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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东西这么多啊 是啊 这些都有历史了 有历史了 嘿嘿 这些东西啊 从以前就这样的 放到现在了 到底生意是不是 真的这么忙呢 我们待会儿去看看啊 哎 如果丢掉了 要用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所以啊 东西都还是收着 就越收越多了 没错 东西啊 都放着 表示有生意做 如果什么都没有 怎么做生意啊 哎 对呀 哎 不用 不用 我自己来 自己来啊 哎 不用我帮啊 真的是老不当义壮啊 哎 门不用关 你看 锁已经坏了 老了 哎 来 你看啊 哎 这样轻轻地关上就好了 啊 来来 来 再开一次啊 哎 就这样慢慢地关起来 啊 门开着 担心蚊虫会飞进来 所以呢 陈老伯自己装了一个滑轮 打开的门呢 会自动关上 你推推看 哎 对了 好 手放开 是他自己设计的哦 大概有一百只啊 先煮到半熟 然后拿过来烤 然后烤到全熟 不然啊 一个人呢 要忙着忙那的 会来不及的 真是有生意头脑啊 知道做生意 要怎么吸引客人 还有把握时间 先煮个半熟 然后再烤熟 这就是撇步 当然这样才会赚钱咯 哎 你说是不是啊 我说是 嗯 哎 这边啊 嗯 从这里 一直挂到这里 大概是这么多 哦 以前呢 香肠都是挂在这里 晒太阳的 哎呀 很累啊 这拿上拿下的 哎 哎 很累啊 当初决定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陈老婆是个 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因为缺乏资金 就从小摊子小生意做起 刚开始是到处摆摊 这样辛苦地过了十年 后来才找到固定的地点 时间一晃三十多年 又过去了 一届退休年纪的陈老婆 现在每个礼拜 还做四天生意 为的就是不让她的 让老顾客们失望呢 我们知道 陈老婆他呢 可以说是从小吃苦长大的 不过呢 就是因为有乐观的天性 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呢 日子也就过得平平顺顺的 以前呢 他跟着家人 学会一些烹饪的技术 后来呢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他就想自己创业来卖吃的 虽然是摊子生意啊 却是一做就四十多年 哎呦很不简单呢 我去几个表演布袋戏的地方啊 骑脚踏车 后面呢就放个简单的箱子 听人都夸奖我 不做小偷 很认真的工作 箱子里放的是糖果 口香糖各种零食 后来呢 参考别人的生意啊 就决定改卖烤鱿鱼干 可是呢 后来啊 这鱿鱼的成本太高了 这个利润呢 越来越少 所以啊 试试看 一半卖香肠 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想再加卖糯米肠 先去跟别人买 趁机会呢 偷看糯米肠到底是怎么做的 然后啊 回家自己也练习煮 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进步了 哇 哇 实在是太好吃了 第一次朋友介绍的啊 我第一次跟他讲 我也不知道他是龙雅 然后他就好看上面啊 我们要吃什么 跟他点啊 这个一个 这个一个 他就知道了 做生意都不用 来来来 对 简单的肢体动作一看就懂 知道老板天不见 客人说好吃哦 以前打那个弹珠 还有牌子那个换汽水的 以前啊 有弹珠台跟18了 现在没有了 我以前在那个 我小熟食的时候 就在一直吃吃吃吃 知道现在已经是几岁了 有时候有空哦 肚子饿了 有时候没有上班 就要跑来这里打一下牙齐计 现在网路都很发达 把它过大出去 现在我们在地人 要吃有时候要拍很久拍很久 拍到很长很长 哦 真的有些 要气死了 好吃吗 跟镜头说好吃 嗯 他说很好吃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哦 这个客人来买东西的时候 还有手指牌子啊 啊 这样呢 呃 我就看得懂 或者直接指食物也可以 有没有客人买这个 你却给到那个弄错的经验呢 不会啊 还好啊 还好啊 如果拿错了 看到不对就换给他吧 那 你看 哎呀 烤焦了 哎呦 因为跟我聊天 还有甜不辣都烤焦了 哎 你帮爸爸做生意吗 是啊 对 哦 每天都来吗 嗯 星期一二四会来帮忙 三五就不行了 你喜欢帮忙吗 很喜欢 哎 你看啊 爸爸年纪这么大了 大哥又不想接这个摊子 哥哥没意愿 那你想不想接下来做呢 哎 不要了 偶尔过来帮帮忙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你也不想接啊 不要 平常有空来帮忙就好了 对啊 嗯 我有跟爸爸提过好几次啊 希望他不要再做生意了 退休 好好地休息 但是爸爸还是坚持要做 他说啊 不然太无聊 他希望可以继续从事 他最喜欢的工作 而且一做四五十年 他也已经习惯了 要他不要再做 就跟戒烟一样困难 已经上瘾了 呃 他已经对这份工作上瘾了 呃 所以会持续地做下去 我也只好由他了 但是要他累了就休息 不要勉强自己 可以多休息 我心里其实很感激爸爸 呃 呃 养育我们长大 呃 将来他老了以后 就换我来照顾他 嗯 哎 拥抱一下吧 哎 哎 啊 嗯 去吃牛肉面 哎 牛肉面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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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啊 哎呦 哦 香肠博啊 是在表演魔术 呐 哎呀 林侨啊 你技巧还不行了 那换你来啊 我也不会啊 还是我爸爸比较厉害 陈老婆非常会安排自己的修行生活 她规定自己周休二日 星期三和星期天不做生意 就喜欢四处走走 和儿孙们欢聚 或者呢 吃到佛堂来听讲课 今天呢 她来到新竹的一间佛堂 这里呢 有听障班 从各地来的许多龙朋友 都聚在一起听课呢 陈丽玉她爸爸妈妈 常常来这边上课 他们是远从脏话那边 不思辛劳 然后很早就坐火车 赶 赶到新竹来 然后就为了一个月的这一个课程 她非常地珍惜 我觉得爸爸妈妈做得很好感动儿子 然后儿子也很孝顺 然后也感动了爸爸妈妈来到佛堂学道 很谢谢他们 谢谢 我是这边的首语班译的讲师 然后这班完全都是听障班 他们都来这边上一些那种心理成长的课程 那他们两夫妻都很有心啊 很老实的人 很实在在地过生活 然后丽玉也很优秀在我们听障圈的这边 她很努力啊 不会因为自己是听障家庭 然后就就回心啊 所以他们两个夫妻 我很佩服他们 来我们的一起歌 请大家分享一下 每个人的运动的习惯是什么 他们夫妻又很有这个爱心啊 来帮助大家 跟大家共同来研究这个道理这样啊 所以我感觉到很感动啊 真的很辛苦啊 因为龙人要带小孩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感觉他算不错啦 因为他平常也不信任也没有 做事情也蛮认真的 命这个字啊 因为爸妈两个人都是龙人 天意如此 唯有自己用心去克服 才能够改变命运 要多努力 不要认为命中注定 而不去改变 自己努力啊 才能够改变命运 好 大家可以给他掌声啊 丽玉的爸爸常常来这里听课 品性很好 很有影响力 丽玉呢也常常回来 丽玉的手语名字是酒窝 他经常来看我 从两年前吧 看到丽玉我很高兴 一直到现在 我跟丽玉的爸爸呢 比较常见面 大约四年前 在台中的一个佛院 是一个很盛大的典礼会场啊 他非常的热忱 很愿意来听课 即使呢我们在新竹啊 他也愿意赶过来 真的是发心啊 发心的意思啊 就是学道理啊 除了一起上课修心之外 来自各地的天障同修 更是珍惜一个月才一次的相聚时刻 到了中午用餐时间 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桌上的美味佳肴 全是同修们自己现场制作的素食料理 每个人都吃得非常开心 饭后陈老伯还受邀到附近的海中参观呢 你撞到了啦 陈老伯的开车技术一流 听得刚刚好 慢慢停嘛 你看这里 有螃蟹 你有看到螃蟹吗 有有有 看到人之后啊就想起来了 没想到还这么健壮 身体非常的硬朗啊 刚才看到他还会开车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以后我老了 恐怕连方向盘都握不动了 还有啊 我希望老了以后啊 也能够像他这么健康 可以自己开车到处去看看 现在呢不是上课就是上班 真希望我能够像他这么硬朗 还有人八十岁在开车 八十 他说还有八十岁 不可能吧 我不是很确定别人说的啦 我觉得啊 陈爸爸 真的很顾家 到现在 很令人感动 有妻子紧紧地跟着他 两个人守护着家 这么多年啊 我觉得很让人感动 他们两个比较常见面 我跟丽玉常常见面 比较少跟陈伯伯一起 哎呀 是因为啊 你嫌我们老 不是不是 你想太多了啦 是啊是啊 因为爸爸以前呢 没读过什么书 从小到大 都是在龙人圈里 才学会手语的 所以 只要碰到认识的人帮忙啊 爸爸都很愿意去吸收学习 也很谢谢这群热心的朋友啊 让爸爸不会因为学历 而被人轻视 可以敞开心胸 接纳他 帮助他 真的很谢谢这群朋友 嗯 说的没错啊 很多老一辈的龙人呢 当时没有读书的机会 幸好啊 不论年纪大小 龙人都能够彼此接纳 毕竟龙人圈就这么小 久而久之啊 喜欢聚在一起 也成为龙文化的一环 即使讯息吸收的慢 大家呢 可以彼此帮忙 互相交流 来增广见闻 好了 很漂亮 我们三个很帅吧 赞 一群帅哥 我觉得很自由 很快乐啊 跟我老婆两个人 到处去走走 这个 每个星期六啊 星期天啊 都可以玩 玩很多地方 4月25日 我们还要出国 出生在经济贫乏的年代 跟家庭 香肠婆啊 纯昆华的童年 没有学校课本 没有同学老师 靠着自学 他能够读书试字 也谨遵做人的道理 一辈子认真做事 从不愉悦本分 并且呢 把这种脚踏实地啊 勤奋向上 不自暴自弃的精神 教导给他的下一代 不但呢 是他后辈子孙的好榜样 同时更是身杖之光 社会的典范呢 保护眼睛 巩固视力 该休息一下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俊宗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做起暖身操 是因为摄影棚内太冷了吗 哎呀天呐 小叔 你看清楚 我这可是在表演末剧耶 你误会了啦 哦 好啦 对不起哦 那快告诉我 你表演的是什么 好 看好咯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在开车 哎 你啊 猜对啦 看来呢 我这个礼拜的戏剧集训 没有白费 总算被老师有所交代了 嗯 可是 听听看的观众们 值得看更精彩的末剧表演哦 啊 哎 你是说我的表演还不够精彩啊 嗯 好吧 那我要请我的老师出马了 什么 原来还有更精彩的末剧演出 哎呀 你早说嘛 超级爱秀 请看 我现在系红你证与他们不是没有 是否还不思认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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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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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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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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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着大家的面骂一位员工 主管骂员工 那员工怎么回应 详细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手语剧场看好戏 快乐轻松 学手语 请看 小姐 小姐 你今天怎么回事 没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不是跟你说过 这可以是很重要 公司很重视 这没影响到我跟你谈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现在是让六点就离开 你现在是一颗固定六点就下班的炸弹 相对我 相对大家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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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休息一下吧 等到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再来上班 我不需要休息 你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听听别人的意见 就先这样 第五 谁允许你做这件事情啊 对不起 第四 我会把它当作参考 第三 上班时间不可以上网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第二 你 我不是父亲来让你写的 想东想西的 到底第一名是哪句话呢 你 如果你不想做这个工作 我会找其他想做的人来做 各位观众啊 你身边有没有恶主管 你有没有被主管骂过这五句话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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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如果遇到恶主管的时候啊 你该怎么办呢 手语剧场 家事提案 五四三二开吧 你你你你 你 还不赶快工作啊 你们去 工作去 好好好 哇 小姐 你现在是怎么回事 没事啊 咖 职场啊 有阶级之分 从手语就看得出来 瞧倒我呢 这就解释给你们听啊 首先呢 这位是主管 主管 嗯 在高位的 手语就是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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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旁边这位呢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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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工作啊 也就是 同事 同事 或是 同事 同事 意思也一样 哎 主管您 哎 口好渴啊 来 请喝茶 嗯 哎呀 你看看 主管在上 手肘末端呢 是底层 工作的底层呢 就是 直圆 直圆 或是照字面啊 直圆 直圆 意思也一样 你看 哎 主管的手语在上 哎 直圆在下 哎呀 非常的明显 是不是很现实啊 哎呀 继续拍戏吧 哎 好了好了 可以了 小童 我不是跟你说过 这个案子很重要 公司很重视 这会影响到我跟你谈的 哎呀 我知道 卡 嗯 嗯 嗯 手语啊 有表字 哦 当然 也有表意 嗯 比如说 公司 嗯 你看啊 上面一个八字 下面一个三角形 那就是公 公 打开呢 就变成丝 这就是公司 公司 公司 这就是表字手语 接下来呢 眼睛看得很重 哎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重视 重视 重视 相反的 眼睛看得很轻 意思是 轻视 这个呢 就是表意手语 公司啊 公司啊 重视你 嗯 嗯 公司 轻视他 嗯 这样 你会了吗 嗯 好 继续拍戏啊 CAMERA 小彤 你现在还是一样 六点就离开吗 嗯 怎么样 你现在是一颗固定六点就下班的炸弹 这样对大家都很不好 嗯 咔 你知道 时钟的手语 要怎么打吗 时间啊 是时针和分针 绕着圆心走而成的 手语呢 就是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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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在墙壁是什么呢 那就是 啊 时钟 时钟 你看啊 两根指针碰在一起呢 意思就是 准时 准时 接下来 六 这手语是怎么来的呢 用拇指 拨算盘是五 啊 再加一 就等于六 六七八九 以此类推啊 时间六是六点 六点 六后面加两个零也是六点 六点 六点 这几个手语啊 合在一起的句子就是 六点 准时 下班 六点 准时 下班 下班 你会了吗 诶 乔导 你看 看什么 看分针啊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点到了 我准时下班咯 乔导 拜拜 走咯 不行 你还不能走啊 我走了 等等等等 坐下坐下 我准时下班 坐下你 你先休息一下 等到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 再来上班 我不需要休息 小偷 你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听听别人的意见 就先这样 记住哦 好凶哦 还好没有骂到我 喂 是啊 认真点 哎呀 他干嘛那么凶啊 就是啊 卡 好 今天的戏拍完了 谢谢大家 大家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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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干嘛那么凶啊 不过是上上网打打电脑而已啊 你们两个还聊天呢 如果你不想做这个工作 我会找其他想做的人来做 哦 好好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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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的啊 恭喜你也成了恶主管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我 赶快先帮观众朋友复习手语 快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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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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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 同事 公司 重视 心事 时间 时间 时钟 准时 六点 好 复习完了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因为有你们 今天的手语剧场 才拍摄的那么顺利 赶快回家好好休息吧 好 哇 太棒了 来 来 这个给你 谢谢 这个给你 谢谢 这个给你 观众朋友 你也辛苦了 这个也都给你 好的 请收看完整的手语短剧 家世提案 请看 嘿嘿嘿 你真是好主管 你真是好主管 好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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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主管 要语 好主管 他想公司 公司很重视 这会影响到我跟你谈的 哎呀 我知道 小彤 你现在还是一样 六点就离开吗 怎么样 你现在是一颗固定六点就下班的炸弹 这样对大家都很不好 你先休息一下 等到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再来上班 我不需要休息 小彤 你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听听别人的意见 就先这样 记住 来 来 喂 忍真点 你看 俊宗 好不容易才有空来对发票 看看有没有中奖 小树啊 你对奖了没有啊 手机上网一直搞定 哦 你是说手机上网查询开奖号码 对不对 哎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不用一张一张对啊 只要交给手机 就能帮你自动对讲 啊 哎 怎么可能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哎哟 你有没有听过 云端发票呢 啊 没有听过啊 你太落伍了啦 告诉你哦 云端发票的意思是 只要在手机里安装 云端发票APP 然後呢 向财政部注册专属于个人的 手机条码 在任何支援手机条码的店家 结账时啊 拿手机给店员冰下 发票号码就会保存在你的手机里哦 等到开奖的时候 城市就会自动对奖了 哇 真是方便又环保啊 不但如此 还有爱心捐赠功能 以前捐赠发票都得投到爱心捐赠箱里 但是呢 现在只要利用手机的爱心条码 就可以直接把发票捐赠给社福团体 捐出爱心不落人后 哇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你教教我好不好 好啊 但是我们先要跟观众朋友说再见 啊 请记得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半 一定要继续收看我们 听听看哦 听听看 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 六点 时间到我下班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走了 小巴 太有了 太早反应了啦 太早反应了 人家还没有人要走 就有反应就要发 好 看清 她说她挺重 你要看清我 你要聊 这就要教 妳要聊 她要聊 可是我们还没碰到桩 她都放着 放着 她有气 她有气 杀 滚 滚 好 确实 我现在也有来 對